李亚鹏再度喜当爹 却被网友挖出区别对待亲生女儿李嫣和妓女窦镜童 在乘坐飞机的时候 她会给李嫣购买头等舱 却给窦镜童购买经纪舱 面对外人看来如此偏心亲生闺女的操作 李亚鹏却解释说是为了让窦镜童体验普通人的生活 但是李亚鹏曾经为了能让窦镜童 进入北京四周念书 在门口蹲守了三个小时 后来窦镜童好不容易进了四周 却因为不适应选择辍学 李亚鹏也是毫不犹豫的便答应了 这也难怪王妃会这样评价李亚鹏这个继父 表面看没什么问题 内心深处只有她自己知道 如今窦镜童成为了天坛奖最佳女配角 而李嫣却还在和闺蜜炫富 同为王妃之女 两个人的差距为何会越来越大呢 这其中又和李亚鹏有多少关系 这里是闲鱼记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看看 童母异父的姐妹 窦镜童和李嫣 1988年窦维加入了黑豹乐队 并担任主唱 两年后 青岛高材生鸾树也加入了黑豹乐队 而那个时候的王妃在香港乐坛已经小有名气 每次回北京演出的时候 王妃总喜欢和摇滚圈的歌手们聚在一起 也因此认识了当时年轻有才华的鸾树 于是两个人很快便谈起了恋爱 只是王妃和鸾树的爱情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因为王妃遇见了一个更加吸引她的音乐才子 这个人就是窦维 年轻时候的窦维不仅才华横溢 而且帅气迷人 很快就俘获了王妃的芳心 只是那时候的窦维其实也有一个女朋友 不过这并不能阻止两个不羁的灵魂相互靠拢 于是两个人双双劈腿走到了一起 1995年 王妃和窦维在北京胡同一起到谈语的照片被爆出 瞬间在华语乐坛掀起了一股巨浪 一年后 王妃便和窦维奉子成婚 并在不久后生下了爱情结晶窦镜童 然而窦镜童还没来得及享受父母的甜蜜 王妃和窦维就离婚了 原来早在1994年的时候 窦维就认识了一个叫做高原的摄影师 两个人在朝夕相处中逐渐产生了别样的情愫 而王妃也在一次演出回家后 撞破了窦维出轨高原的画面 因此在窦镜童三岁的时候 敢爱敢恨的王妃选择和窦维离婚了 窦镜童则是跟着母亲生活 然而那时候的王妃大部分的工作仍旧是在香港 无法长期照顾窦镜童 于是她便将孩子送到了姑姑家中 这让窦镜童的童年缺失了很多的母爱和父爱 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曾经明确表示自己有的时候很怀疑人生 甚至还有过自我了断的念头 但其实无论是王妃还是窦维都非常爱这个女儿 他们在窦镜童一岁的时候就为她创作了一首歌曲《童》 其中有这样一句歌词 你是天的安排 你来填补空白 你不能去学坏 你可以不太乖 满满都是父母对孩子的爱 从窦镜童刚出生的那一刻起 她就承载着大众的一种期待 大家希望她能继承王妃不识人间烟火的嗓音 希望她能继承窦维不安事事的音乐 而窦镜童也从未让大家失望 在她很小的时候 她便跟着母亲参加各种演唱会 在她两岁的时候就已经在母亲的音乐中现生 这无疑为窦镜童埋下了音乐的种子 14岁的时候 她足见了属于自己的一支乐队并担任主唱 只是在音乐上的专注 让她鲜少有时间专注于功课 唯一看的过去的成绩也只有英语 为了能让窦镜童接受更好的教育 李亚鹏不惜在北京四周门口蹲守了三个小时 最终求得校长开了一次后门 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 窦镜童就选择了退学 如果按照既定的学业规划来看 窦镜童无疑是个学渣加问题少女 但是作为母亲的王妃却对她说 如果你真的想好了那就去做 这给了窦镜童莫大的追求音乐的勇气 于是在15岁的时候 她发表了一首名为With You的英文歌曲 只是和母亲王妃一发歌就受到追捧不同 很多人都觉得窦镜童的音乐中 带着明显的王妃的影子 对此窦镜童则表示 王妃是自己的母亲 母女俩相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不过与此同时 她也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风格 努力减少父亲和母亲在音乐中对自己的影响 终于在18岁的时候 窦镜童在日本举行了第一场个人演唱会 大家都为她不唱歌时 独特的姿态和开口后似曾相识的嗓音所痴迷 她终于靠着自己一步步走上了更加广阔的舞台 除了在音乐圈大放异彩之外 窦镜童也开始涉足影视圈 她和牧村拓在一起拍摄了广告 为七月与安生创作了主题曲 还和自己的望年娇周迅一起出演了电影第11回 并且凭借这部电影 窦镜童获得了天坛奖最佳女配角 她的视野正在逐步走上正轨 只是窦镜童在舞台上拽得无法无天 私下的她却是一个非常温柔细腻的人 认识窦镜童的人大概都知道 她下巴上曾经有过一条黑色的线 很多人都觉得是因为她叛逆 觉得有这样一条线会很酷很张扬 但实际上这条线的存在是因为窦镜童的妹妹李嫣 李嫣从出生起就患上了先天性纯恶劣 为了不让妹妹因为手术而自卑 所以窦镜童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陪伴妹妹 同时她还经常参加王妃和李阿鹏 举办的嫣然天使激进的活动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虽然窦镜童的母亲是王妃算是个妥妥的富二代 但是她在生活中却是非常节俭 为了节省打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的费用 窦镜童一般情况下都会选择自己走路回家 此前有媒体拍到窦镜童回家看望父亲 窦镜童的时候 妇妮俩就骑着一辆小电车去附近的苍蝇馆子吃面 一点都没有明星的架子 她大概将自己所有的张扬都贡献给了一月 1999年王妃和窦镜离婚后 在香港邂逅了谢霆锋 两个人迅速坠入爱河 开启了一段轰轰烈烈的姐弟恋 只是那时候的谢霆锋太过年少不懂得珍惜 因此这段感情在分分合合了好几回后都没有修成正果 而就在王妃和谢霆锋分手的一段时间里 李亚鹏恰好出现在了王妃的面前 她知道王妃喜欢打牌 就故意在牌桌上点炮让王妃赢钱 她知道王妃要举办演唱会 就抛下所有的工作陪王妃跑遍每一场演唱会 此外她还自掏腰包请圈内好友为王妃捧场 就这样在李亚鹏的不断追求下 王妃和李亚鹏迈入了婚姻 2006年 王妃和李亚鹏迎来了属于他们两人的孩子李嫣 但没想到的是李嫣竟然患有先天性纯恶劣 后来杨兰在采访的时候曾问过王妃是否有想过放弃李嫣 王妃毫不犹豫地说道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无论是王妃还是李亚鹏 他们都无条件地接受这个在外人看来可能并不完美的小孩 在李嫣刚出生三个月的时候 王妃和李亚鹏就带着她去美国进行了第一次手术 十个月后李嫣又经历了第二次手术 可以说李嫣还没有成长起来就已经经历了很多孩子没有经历过的生死 而在李嫣的成长过程中王妃和李亚鹏都没有渲染过这一段经历 他们尽全力地告诉李嫣 她和正常的孩子没有任何的区别 同时为了救治更多像李嫣一样的纯恶劣儿童 王妃和李亚鹏成立了嫣然天使基金 而这也成为了王妃和李亚鹏婚姻产生矛盾的一个导火线 最终在种种因素之下 王妃和李亚鹏的婚姻也仅维持了几年便宣告了终结 李嫣则是跟在父亲的身边生活 和姐姐窦镜童继承了母亲的音乐天赋不同 李嫣在绘画上更有天赋 她在七岁的时候画过一幅《熊猫与小鸟》 这幅画拍出了一百万的高价 之后她的一幅书法作品也拍出了二十六万的高价 至于拍卖所得的钱 她全部都投在了慈善上 而今的李嫣也已经为嫣然天使基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成为了同龄人当中少有的募捐大款 她成为了无数纯恶劣儿童的希望 除了做公益之外 李嫣还具有非常强的时尚感 她从九岁起就开始在网上做美妆博主 不仅模仿点评其他女明星们的自拍和穿搭 还吐槽自己妈妈的时尚 并且爆出金句 非姐的时尚只有我能跟得上 这份自信也让李嫣作为少儿模特参加了国际时装周 在满贫的大长腿和走路带风的超模之中 李嫣也带着自己的气场 而在日常生活中 李嫣和窦镜童的节俭截然不同 她从小就混迹在各大富二代的圈子之中 最好的闺蜜则是汪峰的大女儿小苹果 在李嫣13岁的时候 有网友拍到她和汪峰的大女儿一起逛街的画面 两个人买下了多件奢侈品作为闺蜜妆 据说一个人就消费了10万元左右 不过也正是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才让李嫣变得更加乐观和自信 窦镜童虽然叛逆 但却谦逊 在拥有母亲这个强大的背景之下 仍然靠着自己一步步闯出了天地 她成为了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也成为了母亲的骄傲 而李嫣也在更多人的关爱下 走出了吐唇的自卑 成为了自信的附加千金 虽然姐妹两人有着不一样的人生 但是都会同样的精彩 希望未来的她们能够在自己的路上更加坚定 这里是咸鱼记 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